你去哪儿 何扎军 何扎军 你拿拿 我想累一下 我还是不能将阿妖留给你 你日后定还会欺凌她 从前我与刘瑶在一起 只需想着爱与不爱 可从今往后 我爱与不爱 刘瑶 都已不再要紧 我阿妇临终前 曾重重打过我两巴掌 并留给我两句话 第一句 从今往后 何家再无人可替我遮风挡雨 第二句 将来何家与幼帝都要依靠于我 我必须勾携到幽帝长大 程上上 我再也不是从前的何兆军 更不会任意妄为 我这条命 我这条命 得罪不了任何人 也得罪不起 我得留着照顾我幽帝 我知你失去扶兄心中难过 我也当真是心疼你 可阿妖对你全无男女之情 他不该葬送幸福 你以为我就喜欢阿妖吗 我何尝不是为此葬送自身幸福 你以为我就幸福吗 阿妩 倘若能换我复兴火 千万个楼遥 我得不稀罕 安城军不必如此嫁过陈娘子 陈龙两家 本就打算雷琴 从未见过十一浪如此怜香细雨 程上山 你既有林将军 何必还抢我的龙瑶 你现在医生很好的 不能说服我 上我的马车我送你回去 就好了 安城军 并非世人都欠你何家的 你父兄忠勇可家 如今世人接连命你姐弟孤弱 但往后终究是来日放长 是处处树敌 还是与人而善 皆在安城军一念之间 而安城军好自为之 安城军好自为之 你快去 我现在是想要能够 你快去 我快去 你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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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义军 真的像他所说的那笨惨吗 何家真的 战至最后一人吗 冯义军 与华县情形并不相同 是因何将军将五个儿子 和所有亲信的性命都堵了上去 先是一少量心服固守冯义军 第二日又召集囤军 阻断萧氏叛军 何将军死不投降 战至最后一人 终是守住了冯义军 何家几乎连妇孺都不胜了 正是因为有何将军的拼死抵抗 冯义军才得以守住 冯义军 冯义军没有散落在外的乱军成肺 没有流离失所的孩子 没有无辜受辱的女娘 没有华县城外 成百上千的分钟 而你 也再不用悄悄地去祭奠亡魂 我并非想劝你 答应老师的退款 我真心以为 此时此刻 无论陈娘子做出怎样的抉择 都没有错 我只是不甘心 为何倒霉的总是我 威儿 威儿每次都是我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多谢林将军送我回府 回去好声谢谢 你不是与何昭君一起离开的吗 为何与林将军在一场 何昭君带我去廷威府 看萧世子行刑 什么 他带你去看萧世子行刑 我现在去找他 阿瑶 有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吧 火线恢复了 受伤 那 那好 今日你就早些休息 明日我再来找你 这段时日你都先别来找我 我想一个人静静 受伤 其实又新开了几家点心铺子 带你进城头好些 我带你一起去吃 好不好 字幕提供 你公子 都紫时了 也该歇了 人都在跟我说大意 说周全 可谁给我周全 程教授 我再不是冲天的抗招群 更不会任意妄为 你以为我就喜欢阿瑶吗 你以为我就幸福吗 讨论能害我负仇火 千万个龙雅 我也不稀罕 正是因为有何将军的拼死抵抗 冯一军没有散落在外的乱军成肥 没有流离世俗的孩子 没有无辜受辱的女娘 没有划线城外 成百上千的分钟 而你 也再不用悄悄地去祭奠亡魂 双双 双双 我们说好的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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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唉 倒是个执行的 可惜啊 与妙妙确实没有缘分 我的 都是我的 全是我的 我看谁敢动我这些明了数的宝贝 我的 都是我的 阿姆 阿姆 别动 我的 俊姑 城楼两家的亲事生了变故 这都是楼家一亲时送来的 当时我下令封存了这些礼品 如今得盘点清楚 一旦当真退了亲 这些都是要悉数退回楼家的 我前些时日才找人写信给旧日的姐妹 我跟他们说 妙妙要与太子的夫子一家结亲了 这乡里乡亲听说以后都要来都城喝喜酒 你这退了亲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 阿姆 妙妙的婚期还未定下 你就到处招摇 这亲事究竟退还是不退 事关朝堂 由不得你我 关他们屁事 朝堂大人个个有钱有势 嘴唇一碰 哪儿管一个被退了亲的小女娘怎么过活 这退了亲 她们又不管说明又不管保取 军姑 莫着急 今人鸟鸟啊 是去和那个娄妖商议 我们现在只是清点楼家的礼品 做个未与筹谋罢了 并非当即要退 当真 当真 果然 果然 安安 阿傅 阿母 大母 我决定了 去娄家 去与阿妖推亲 我家绍商心意已决 这门亲事就此作罢吧 太傅如果再不肯做个了断 今日出了娄家门 我便于同僚成亲 我成家也已亲自上门退亲 奈何娄家罔顾何将军一言 死活不肯答应 取灵侯甚言 我娄家 何曾不肯答应你们退亲 既娄太傅与娄大夫人都不反对 那就各自推还信物吧 不肯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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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我约定好了 只要我不反口 你就不退缩 是不是何昭君胁迫你 我去找他说清楚 不是何昭君 是我自己想通了 何昭君为国捐躯 如今何家 只剩下何昭君与他又一样 这不是你我早就知晓 你还劝我说 何昭君再在 也和你我的亲世是两回事啊 许你我而言 是的 但于天下 与家国 不是的 什么家国天下 你们个个都讲大道理来宽我 你们总说 要这样做才算仁义 要那样做才算报恩 可是何昭君觉得只有我 只有我 你们谁都不能替我过完 这后半辈子 你们谁都不能替我 凭什么非得牺牲我呀 受伤 为何连你也变了 也来逼我 对 阿淫 你随我出来 我有话与你讲 我有话与你讲 好 双双 你不用劝我 我是不会答应推进的 阿杨 我记你与我说过 你虽不喜何昭君 但何将军对你慈爱有加 不管有多忙 总是会抽空来教导你 可谓一师一夫 所以你心中好生敬仰他 事与不识 你这些年 一直忍让何昭君 一半是看在恩义上 一半便是看在何将军的情分上 事与不识 你与何家五公子 向来交情甚好 你还与我说过 你的剑术便是他教你的 那你可知 他是如何死的 那些人朝他射了几尸之间 瘦敛尸体时 全都是酷了 一夸好肉都没了 无凶 何家欺欲二郎 也却不把他而忘了 肆无群屎 阿瑶 在华仙时 你又我说过 大招服律师 当庇佑百姓周全 才算是无愧天地 可你知道吗 这次冯云局的百姓 跟华仙不一样 就是因为何将军 带着他的五个儿郎 冲在最前面 保护了百姓 挡住了这一次的灾难 她是大招服 为国捐取 所以你我二人 而你至今 在她面前 根本不足以体谈 阿瑶 我只能心中能受 我知我对不住你 我知道全人容易 但是娶何昭君的人是你 如果我能替你娶何昭君 我定当会替你 对不住 当真是对不住 别说了 受伤了 你没有对不住 你没有对不住 别说了 我受伤了 你没有对不住 我 你缘只有我 我口口声声说 要做庇护生命的大招服 可却连半分委屈都不可受 我 岂不可笑 这只是一时委屈 没有成为一世委屈 我 我真的可以 你可以 阿瑶 你当真可以 但与何昭君成亲之后 你不仅仅是他的郎序 更是他的兄长 他的依靠 你要心疼他 教导他 但他若是做错了事情 也不能让着他 若他再是耍脾气 发威风 你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忍气吞声 受他欺负 记住了吗 他若再敢勾交蛮臣 我就带他去何将军 林前自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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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长辈 我想通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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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 阿妖敢怀忠臣良将 为国厮杀 致家破人亡 决议 陈泉何将军临终遗言 迎娶何兆军 此等大义之举 是连圣上都会称赞的 看日后 谁还敢管二房之事 是啊 我未来心腹脾气不是很好 还望伯父伯母 多多担待 龙瑶 你是何意 往后十余年 何家不娶 可是都听二房调遣 我看看谁 还敢再欺负我们 好了好了 都住嘴 你 此事 就按照曲令猴手的办吧 打昏书来 退进吧 陈叔父 陈叔母 日后 你们就当我是自家辞职吧 老师 娄公子 一后和安成君好好生活 他如今孤苦 看着张牙舞爪 但心中也是盛世可怜 你若以礼待他 以心待他 自然不会错的 嗯 嗯 双双 以后 你就叫我兄长吧 好 小妹助阿妖兄长 之后诸事顺遂 待日后外放为官 展翅任高飞 那我也助少商妹妹 将来能遇上良人 从此 爱手不离 恩爱不倚 谁能想到呀 这楼家行事也太不讲究了 这前脚和何氏退亲 便兴冲冲地跟程家定亲 后脚又和程家退了婚 这转眼又要重启何氏为心腹 你说可笑不可笑 这也不能怪楼家 主要是何家太可怜了 都城里人人都盼着何昭君 能有个好归宿 那个程家娘子也是没孕得很 无端被退亲 日后怎好再谈婚事啊 就你心煞 还替她操心 那程家四娘子 秉性乖张 行事不断 那向你稳妥持重 他日啊定有好福气 程门是个小货 他们教养出来的小娘 怎能与郡主相提并论 依我看 普天之下 也唯有我家十一郎 能与郡主姻缘般配 大母已逼圣上亲自去劝她 她应了每月回程阳侯府用膳 今日必回来 真的 你为了他们重修父子情 不惜忍辱负重 这全都城中 最委屈的妇人便是你 我给你寻些秘方来 你呀 早日为侯爷开枝散叶 有个依靠方世珍 多谢王妃 你也不必害羞 你不妨呀 多劝说侯爷 早日命令子盛娶妻生子 别整日在外打打杀杀的 你看看那何家 死的死亡的亡 又军功又如何 还不是舔着脸 跟娄家接亲 若世人都想着狗血偷生 那肖贼早就踏平都城了 诸位女眷也没命在此 非议他人的婚事 子盛 在汝阳王妃面前修得无礼 抢夺他人狼婿之人 还知礼数而自吗 放肆 纯姨夫人唯你寂寞 你竟如此羞辱他 当真是不孝子 老王妃 前些时日 在下被肾上罚了半年俸禄 您可知为何呀 你少威胁我 我又不是雍王 我没犯谋逆的罪 你还捅死我不成 老王妃说笑了 我何时说过要杀你 我想说的是 肾上公正严明 无论犯错之人是谁 有过必法 如今圣上希望楼河两家联姻 此事已经板上钉钉 若再有人非议 那便是天下罪人 想必老王妃也不想用一身荣华 去拼这个罪名加身吧 子盛 今日汝阳王妃和豫昌郡主 特意要等你回来一同用膳 我们不如边吃边说吧 不必了 在下没心思陪各位用膳 还劳烦各位转告承阳侯 以后不要再事事去盘身上 我自会 经常回来看望你们的 还有 承娘子的婚事 也不劳各位操心了 她的婚事 我会负责 我会负责 又是给退了 对咱们程家太不过了呀 阿母 这亲事退了 对程家楼家都大有益处 我 为了你们的破名声 又是把这么好的亲事退了 知道吗 我看你是当官 当傻了 骨仓里的米 银箱里的钱 脚下的土地 钻在手里那才是真的呀 阿母 都浑说些什么 我怎么浑说了 我怎么浑说了 鸟鸟 想下次瞎帽得到死耗子 让不长眼的看上多难哪呀 你不知 鸟鸟以后便不好再嫁了呀 这皇帝 分明是欺负咱们家没人吗 噓噓噓 小心各享有耳 让人听去 诋毁圣上是要掉脑袋的 好好好 没有 我 我我我我 我就是心疼我自己的孙女也要掉脑袋吗 你不说我不说 皇帝怎么知道我说什么 老夫人 家主 宫里来人了 真的来抓我吗 我忽然说的 我是我忽然说的呀 我 宫里来人说些什么 说是圣上有旨 准家主和夫人 带上几位公子女娘 一起随行去屠高山祭典 太好了 娘娘退婚这几日正闷闷不乐呢 我正愁带她去何处散心 快 领我去行 家主夫人 公子女娘 怎么没请我呀 圣上没说请您 违抗圣旨 论罪当是 喂 你个不笑嘴 喂 圣上没了 我说方才几天大典 怎么没瞧见你啊 原来在这儿多懒呢 你都不知道 方才有多热闹 这圣上 皇后 岳飞 还有那些皇子公主们 咱们平常里见到见不着的贵人们 全都在 你怎么不去 我有些乏了 想回营章歇着 这难得出来一趟 我营章里多不划算啊 这班侯啊 在护山背下起马射箭的场地 有吃有玩 我跟他又不认识 我不想去 班侯是想介绍自己的曾孙班小侯给大家认识 这才邀请年轻的公子女娘们去玩 不过班侯也实在可怜 一家人啊 在战乱中家破人亡 儿女尽有 五个孙子啊 也都死了 这班家呀 是唯一的血脉 被当成宝贝哥的一样看过 这都到了可以遗亲的年岁了吧 还是第一次出远门 连都城里的路都不达人的 他也是满门英雄 和昭君的身世倒有些相同 你提他干什么呀 这怎么 七次妖子 不如你去吧 我还是在这儿陪娘娘 陪 陪什么陪啊 不开心才应该找点乐子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我不去 去去去去去 我不去 去 去 你们快点儿 你们快点儿 召召你坐下 妖妖你坐下啊 走 好 来人呢 把我这荷包拿过去 光瞧着有什么意思啊 不如咱们来猜猜谁会赢 赢了的人 本公主重重有赏 你看 这五公主啊 出手随时阔绰 这些皇子公主中 唯有她 是在大定天下后出身 加上是帝后妖女 故而皆是温处 对了 她跟着王陵十分结合 以后你见人了 快点闭着心啊 快点闭着心啊 赵公子重 五公主赏一百两 还有她身旁那个 那个呀 是三公主 乃是岳飞所处 她呀 最是贪财了 听说一出声啊 就被扔给舅父小岳喉叫呀 你看 这养了一身伤骨俗气的 行 好 五妹 若是让母后知晓 你在祈福大典 这样的日子涉赌 会不高兴的 不过是天蝎彩头而已 何必那么紧张 再说了 宫中何人不知晓 除非手头不宽裕 又没让你出钱 瞧把你心疼了 好像没见过世面似的 五妹妹又是 桥上场上哪位郎君 想召回府中做幕僚啊 父皇早已定下 轩月两族联姻 你与我表兄 隔日就要成婚了 可别因此得罪我表兄 你也知晓 我那表兄最是婚礼的 不如先想想 你那一屋子的幕僚 将来如何处置吧 三妹 若你不想看见 不愿去陪三驸马下棋 如何 要我说呀 这些都城的公主众 也就二公主 二公主最沉的 你们知道吗 方才在祭天大典 要不是二公主跟皇后拦着 就那两位 差点因为谁站在前面 而打起来 还有那个 身上没几件首饰的 那是太子妃 乃是圣上大业未定始 为太子所打 据说娘家可穷了 还是香野出身 你这张嘴啊 迟早惹祸 鸟鸟又不进宫 哪能遇到这些天家贵女 你少跟她说这种秘心啊 是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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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陈郎君上场啊 据说他的剑法 在都城里边也算是惊觉 那也叫惊觉呀 我闭着眼睛用脚 射的都比他准 你可拉倒 我闭着眼睛用脚 我闭着眼睛用脚 你儿子看得下来 我闭着眼睛用脚 转发眼睛用脚 然后再乱团 那个掌握你 有点几绝